我从政三十多年来 一向共工手法 清廉自持 绝对听得起检验 真的备受检验 前总统马英九 十一年来与检方三度交手 目前赞金一胜一败可上诉 一个胜负未分 2007年 时任国民党主席的他 身世正高 却因台北市长特别配案 被检方起诉贪污 他立刻辞去党主席 宣布转手为公 参选2008总统大选 隔年三月他当选总统 十月特别配案 获判无罪定业 第一胜入手 但是 2013年马总统任内 爆发马王政争 他因涉嫌泄漏洁查中 司法官说案机密 卸任后召北检起诉 这回输了 被告马英九先生处右期徒刑 自愿是总统之职 但是呢并没有这个不遵守法律 这样子的一个权利 我一定要去厘清这个问题 我一定会上诉 不过此案还没定验 这一半还有机会逆转 如今三宗案贞结 马英九三度被诉 后续结果如何还有待法院审理